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之前我们走过莱莉水川腰王谷 然后因为前面的穿越路程比较长 所以到了腰王谷之后 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把整个登山步道走完 就直接从上山的道路下山了 所以我们这次计划从腰王谷附近上山 然后把登山步道完整的走一遍 腰王谷在房山周口店镇司马沟村 大家来的时候直接打航 北京腰王谷夫妮区就可以 同样在视频的最后 会为大家总结这次路线的基本情况 到了腰王谷 然后它门口这里现在是可以停车的 车就停在这里 停好车之后就不要往前面大门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马路往回走 从停车场然后沿着这个公路往回走 大概走个两三百米会看到这个小房子 小房子前面这里有一个路牌 好然后就是往这个路牌这里上去 就看到这个隐隐约约的小路 有一点点那种踩过的痕迹 夏天的时候我们也来这里探过一次路 但是那时候夏天的草啊树叶特别的茂盛 所以那次我们找路失败了 草把道路全部给挡了都没有地方下脚 然后现在冬天就是树叶都掉了 草也枯了 现在路就会清晰一点 往前走的可能百来米吧 然后这里有岔路 因为这边也下上去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条路 我们往这边走啊 刚才往这边顺便走不好走 比我们之前走错路的那一段好走太多了 我们刚走错那一段超多算是没有路 是我们俩硬开去出来 往后爬上来 有彩带 有彩带了 我们现在在树林里面 转了一个小时才发现彩带 举步为尖 刚刚我们就是从这丛林里面穿出来 前面那就是洋王谷的停车场那 然后我们穿这个林子的话用的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我们在林子里面都穿了4.6公里 这个林子非常非常的不好走啊 就是全部都是那种灌木挡到根本就走不了的那种 然后是硬掰着那个树枝走过来 那个路线只有很不明显很不明显的那个印记 然后走了一个半小时 而且那个林子里面 他也基本上看不到彩带 就有一两个彩带 但是根本就没法辨认方向 所以啊 这个路不建议没有经验的朋友走 都是岔路一刮 然后有些是你跟树叉叉了一块的 你还得装树洞的那种感觉 对啊 我们今天找的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如果走的话一定要跟着轨迹走的 后面生成了那个六只脚轨迹 把那个轨迹打在最后 大家跟着轨迹走 不然没法走的 那个林子里面没有路 我们走错了好几次 绕来绕去的 司马沟村是清代城村的 延名是湿古延 因为这里有巨石如湿尔德林 又因为有南北巷的山林四条 如同司马登藤 后跟林为司马沟 然后又演变为司马沟村 在总里程5.6公里的时候 也就是从林子里面出来走大概一公里 然后不是从这边上来吗 上来了之后 到这里它就有岔路了 就是左边这里有条路 然后右边也有一条路 我们就是从右边走 右边就是继续去叶王谷里面的 大概在总里程6.2公里的时候 就到景区的步道了 看一下 这就是景区的路 然后我们刚刚就是从这边出来的 出来之后就往左 然后沿景区的步道继续上山 它上山就是这种石头台阶 看景区内它就是原来这个樱桃谷的登山步道 以前樱桃谷登山步道是免费的 由于近年来 随着幽兰山旅游经济大力发展 司马沟伊托它 区域内独特的红业资源 然后积极开发乡村民族 旅游 就是山水段过来的 当时那下面就有山水穿越步道的起点 然后就到这边就是自由石 上次就是到了自由石 然后往上山的方向就下山去了 今天我们就是从这里过来的嘛 现在我们就继续沿山水步道 继续走 往前走这里石头上写着 这边是下山方向 然后前面这条路还有一个穿越路线 就说牌子上说已经出景区范围了 这里有个小小的牌子 往这个岔路的右边是去司马沟 往左边的话是五指峰 好现在我们就往左边这个五指峰这边的路 好想走 所以来亚王谷的话 一般如果是走景区的话就走到自由石 然后在原路下山 它景区内写的右边那条也是下山的路 但据之前看那些大众点评他们的评价 如果是走惯了景区的话也会觉得那条路不好走 自由石之后就是山水穿越的步道 然后它距起点是3.3公里 它这个步道的路牌好奇怪哦 上次从来水那边穿过来 它起点不是山水步道的起点在那个沟里面吗 距离起点900米的时候 然后就快到这个亚王谷景区内了 就是到自由石那 然后现在过了自由石 往这个五指峰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没走多远就变成3.3公里了 但中间的路去哪了 这个山水步道的牌子 距离起点3.3公里 它不会指的这个起点是 来历水村的那个 就是停车场那个起点吧 从那算3.3公里 就不是从那个沟里面 算的 离开自由石之后是在那种修得很平缓的 石头路上走的 然后大概走600米左右吧 然后现在就是开始爬坡了 这两个山水川越步道 刚才那个是距离起点是3.3公里 这个是1.8公里 我知道 应该这一块山水步道的牌子就是 从来历水川 要往谷沟底的那一条 前面那一条就是山水步道停车场那一条 算是起点了 我觉得前面这一段的路况都还算好 都是那种石头修成的步道 加等坡 加现在走的这种土路 比我们穿林泽那段好走太多了 大概在8.2公里的时候 走到这个两边有岩石的道路上了 这边还算挺高的 然后从这里就开始下山了 走吧 这一段旁边是断崖 所以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慢一点 从这个斗坡下来 然后到这边 它两边都有踩的 但是不要往左边的这个 这个路太陡 那个好陡 那个施路吗我都不知道 然后这个岩石上面写有下山 也有彩带往这边走 看一下这个山它的那个缺口 跟那个棺材山好像 好继续往前走 过了刚才跟大家说的 那个两边有大石头 就是大岩石的那个口之后 就是开始下山嘛 然后其实就是换山头 然后换山的这一两百米吧 然后路非常的不好走 它有些地方需要手脚定用 然后有些路段就是旁边就是那种断崖的 所以走那段要非常的小心 要走慢一点 看刚才就是从这个大岩石 两个大岩石那开始换山的 大概在9.2公里的时候 我们走到这个有路牌的山岔路口 然后我们是从来里水那个方向过来的嘛 往左边就是去葫芦棚的 还有7公里 然后往右边就是去司马沟村委会的 我们肯定就是沿这个右边的道路下山了 就是回到药王谷那边 大概在10公里的时候 然后不到旁边就有栏杆 有这种扶手栏杆了 哎呦我的妈呀 到七点了吗 现在是走到乱石路了马上 肯定没有水了 这是山水步到300米前面的路 是一堆乱石滩 在11公里的时候就开始上这种乱石路了 就离开有围栏的步道了 当前已登山11.0公里 用时59分05秒 海拔431米加油 大概在总里程11.8公里的时候 就到大坝这里了 也就是在乱石路上走大概是800米吧 然后从这边上楼梯 看我们就从这边的步道 然后翻过这个大坝 然后前面就是这种水泥路了 终点现在我们到山水穿越步道的终点了 6公里 也就是总里程11.8公里的时候 哎这里也是入口啊 大概在13公里沿着水泥路走 然后到第一个岔路口 然后往左走 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导航起点位置了 然后跟着导航步行回去就行 从这个岔路这里 大概还有1.4公里到停车场 看沿着水泥路 我们就又走回这个登山步到入口这儿了 之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好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回到起点了 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路线 然后我们总里程大概是15公里 用时6小时左右 累积爬升约660米 然后前面我们从小树林穿上去的那一段 基本上是没有路的 就看这里也像路 看那里也不像路 就是在灌木丛里面乱穿 然后穿了四五公里 那一段是非常的难走 就是好多还是靠自己去开路的那种 所以呢就是没有经验 或者小白就不建议往那走了 后面的路 其实有野路也有紧区的步道 也都还蛮好走的 但是有一段也是非常难走的 就是从一个山翻到另外一座山 它旁边有断崖 但是不是要翻断崖 就是路的旁边是断崖 那一段走要小心一点 大概有一两百米 后面的乱屎路不算难走 因为路线都很清晰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